我們之前剛搬來的時候 有想說可以在外面煮飯 因為洗手槽就在外面 然後還想說好浪漫喔 真覺得有點異想天開 就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我又開電磁爐 又開烤箱 又開電鍋 就是這樣就會跳電 風雨第一排管線老舊 夏天又超熱 只要想到點家 就可以列出一大堆缺點 有網友更說住到點家自求多福 但這麼多的不方便 為什麼還是有人選擇住點家 你家要做什麼 今天就隨便做 就是豆腐加一些青菜 因為我最近吃得比較健康一點 山底頂家住04年來自高雄 四年前與另外一位同為北漂一族的朋友阿慧 兩人一起租下租金一萬六千元 位於大安區一處三房一廳的頂家 一開始覺得滿不方便 因為我們這裡沒有廚房 然後就是洗手槽跟就是切菜的地方都在外面 可是久了就習慣了 兩人住的頂家沒有廚房 唯一的洗手槽又在戶外 因此如果要做菜的話 必須在陽台備好料再拿進屋 用電磁路或電鍋煮 那這會影響到就是小肉菜的地方 會啊 我都做很簡單的啊 我就是只會烤或是蒸或是水煮 我就不會炒菜 因為沒有抽油煙機 所以就是那個油煙都會 累積在房具裡面 其實很久才會散去 也許只有住過頂家的人 才能理解其中的不便之處 不過接下來的這個經驗 我相信沒有住過頂家的人 都曾經感受過 從大台北地區的高處 望向老舊住宅區 整片的頂樓家蓋 就突兀地從房子屋頂長出來 看到這邊 你有沒有好奇過 明明就是個違建 為何還能大規模存在 在我們繼續理解這群人 為什麼住頂家之前 我們先來了解 頂家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1949年國民政府撤手台灣 島內突然激增 大約120萬的居民人口 就以台北市為例 當時戰後人口大約27萬 國民政府遷移台灣 台北市人口突破50萬 緊接著經濟發展和都市擴張 湧入大量的城鄉移民 短短13年內 台北市人口就突破100萬 成為百萬首都 人口快速成長 住在哪裡就成了問題 當時的調查報告提到 台北市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住在違建裡 違建是指 沒有經過政府許可救 擅自建造的建築物 說完了違建 接下來我們就來了解 頂家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現在我們會看到的頂家 通常是蓋在像這樣 這樣或是這樣的公寓頂端上 這種公寓其實有一個正式的名稱 叫做布登公寓 它是源自於20世紀初的德國 是當時威馬政府積極推行的 現代化社會住宅 當時的國民政府為了住宅短缺的問題 在1968年與外籍顧問 依據當時市民的收入 居住密度 市區限高等幾個要素納入考量 規劃出一層兩戶無電梯 大約四五層樓高的公寓 原本當時多數的民眾住在平房 或是兩層樓房 到了1980年代 四五層樓的公寓取代了平房或樓房 成為當時的主流 但即使像布登公寓這類型的集合住宅出現 也無法完全解決居住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頂家都在五樓或六樓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一樓跟頂樓是賣最貴的 樓上加一個頂家 你的頂家那個價格 在過去市場經驗裡面 大概又可以再增加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合法建物的價格 雖然知道是非法的 可是他覺得買下來也不會有事情 政府也不會拆 然後我也可以增加我的使用面積 甚至我可以再最出租使用等等 我家這個頂家是合法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會有這樣的誤解 來自當時時任台北市長陳水扁的政策 為了處理日積月累的違建問題 他用興建時間區分違建的身份 只要在這個時間點之後 蓋的成為新違建 理論上有人檢舉的話就會急報急拆 而在這之前存在的違建 會被拍照列管 除非有安全上的遺路 否則通通被政府列為暫緩拆除 同時也在這個時間點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法案立法通過 這條法令對於日後頂家違建興建風氣 造成深遠影響 這是台灣第一部法律會去處理 就是一些人共同居住裡面 你們的權利跟義務 那包含對於產權也重新界定 你佔了那個屋頂 那個權利 事實上我樓下的人 我都有相對十分的比例 1990年後新蓋的住宅 我只講相對而言 它出現所謂這種違建的比例 就會比較低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五六點的時候來 傍晚五六點 那個車水馬龍是很多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請兩個姊姊 站在這個陽台邊 然後去俯視這個車水馬龍這樣子 想要呈現一種他們在看底下的世界 那樣子的感覺 欣凱是一位自由攝影師屏東出生 住透天措長大 他是一直到台北念書 有了租屋需求 才知道頂家的存在 就我之前租的頂家有露台 那這個露台可以運用的空間就很大 你就可以在上面塞棉被 然後你也可以像這些姊姊一樣 可以在這邊種很多植物 在台北市就很稀有 就是你不可能在老公寓的其他樓層去做這件事情 以前在老家居住經驗 竟然是在台北的頂樓架蓋 讓我去還原這樣的經驗 我覺得這個連結是滿神奇的一件事情 有一些人的角度好像會覺得我們是 比較不重視居住品質的那一群人 對 然後我覺得 或者可以說我們可能比較重視CP值吧 我覺得是一個取捨 沒有重視那 就是沒有像外面重視一樣 這個很漂亮的 各種生活的品味 但舒服師絕對是優先考量 他們也是舒服 但是他們是另一種舒服 對 過去因為都市空間不足 而產生頂家違建文化 即使後來延續公權力的介入 民眾產權意識抬頭 頂家違建問題過了一甲子的時間 依舊屹立不搖的存在 這也讓許多政策 包含租屋補助 都更容積獎勵必須向它妥協 唯一改變的是 居住在這個空間的人們 隨著時間不斷地一個換過一個 而他們通常是租房子的過客 我的看法是 政府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抽碼 可以處理這件事情 對所以我還是認為說 所謂大規模的去猜頂家這個事 在台灣是不可行的 也不能這樣做 它會造成非常多的麻煩的事情 在都市居住空間不足的問題 還無法完全解決之前 頂家違建還是不會消失 或者說必須繼續扮演好 被漂足其身都市的 避風之地角色 它一定很少 但是可能因為我過去的經驗 就是的確就是每一次 在我剛好要換房子的時候 我都可以找到一些還不錯的物件 所以我就一直會覺得說 等到時候應該還是會有不錯的物件會出現 如果等到哪一天就是我們真的要搬家的話 對對對 莫名的自信